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看见桌上摆满的可口饭菜, 我心中泛起了一股淡淡的暖意。 自从三个月前父母车祸去世后, 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幸,家中的保姆陈怡还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我, 照顾我,让这栋空荡荡的别墅勉强还有一丝家的感觉。 见我回来,陈怡赶紧招呼我,青秋回来了呀。 快洗手吃饭吧, 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糖醋礼姬。 好,陈怡你也坐下,一块儿吃吧。 陈怡是三年前来到我家的, 因为她做事情细致认真,也很利落, 所以我父母都对她特别满意。 她这一做,就是三年。 吃饭时,陈怡见我脸色苍白,便观心道, 青秋啊,虽然先生和太太都走了, 但你也不能太拼了,还是得多注意身体。 嗯,我知道的,陈怡。 接着,陈怡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 其实,陈怡觉得呢,咱们女人家呀, 是不用这么辛苦地去职场上打拼的。 咱们只要找个好男人嫁了, 在家享福就行了。 文言,我内心很不赞同她的话, 但想到陈怡这可能只是在以她自己的方式关心我, 我也就没跟她争辩了。 可陈怡见我不说话,却越发来劲了。 其实吧,阿姨有个好对象可以介绍给你, 你还记得阿姨的儿子智欣吗? 就是在你家分公司上班的那个。 记得呀,怎么了? 文言,陈怡眼中闪过一丝精明。 你看啊,我家智欣虽然学历也没你高, 但那孩子打小就聪明, 三年前这才被你爸爸收到了分公司上班。 阿姨在你家干活也三年多了, 阿姨是特别喜欢你的, 所以呀,就想给你和我家智欣千根红线, 你就嫁给我儿子得了。 等你以后跟智欣结了婚, 生意上那些东西就交给他们男人去打理, 你好好在家享福就行了。 听见这话,我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自从我父母去世后, 我继承的遗产便引来了不少人的觊觎。 有亲戚,有朋友, 还有我爸妈生前的合作伙伴, 都想欺负我年轻, 从而打我财产的主意。 但我没想到, 今天就连家里的保姆 居然都敢打我的主意了, 还是打我婚姻大事的主意。 我冷冷地瞥了晨怡一眼, 最终看在过往的情分上, 只警告了她两句, 晨怡,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 文言, 晨怡善善地住了嘴, 但她的眼底却闪过了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第二天一早, 陈衣如往常一般帮我做好了早餐, 对待我的神情也恢复到了以前的模样。 既然如此, 我遍夜当昨晚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可没想到, 等我下午下班回家时, 却在我家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那男人西装革履地坐在我家沙发上, 敲着个二郎腿吞云土雾, 把我吓了一跳, 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我家, 听到我的声音, 陈衣立刻从厨房出来, 给我介绍, 青秋啊, 这就是我儿子王志欣, 怎么样? 还挺帅吧? 昨天你拒绝之后, 我前前后后想了好几遍, 觉得你肯定是因为 没见过我们家志欣, 才会拒绝。 你都不知道 我们家志欣平时多讨女孩子喜欢呢? 你们今天就好好认识一下呗。 文言, 我气得浑身颤抖。 他一个受我雇佣的家政人员, 究竟有什么权利 把陌生人带到我的家? 我气得直接把门打开, 对二人吼道, 请你们两个, 现在立刻离开我家, 王志欣却不乐意了, 你这人到底知不知好歹啊? 我妈好心好意给你介绍对象, 你什么态度啊? 就你一个快三十岁的老女人, 要不是我妈逼我来见你, 我才不乐意来呢? 呵呵, 不乐意来你就滚, 然后我又冷冷地对陈怡说道, 从明天起, 你不用再来了, 你被解雇了, 工资我等会儿就解给你, 听见这话, 陈怡才彻底慌了, 哎哟, 青秋啊,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我家智欣多优秀啊, 那么多小姑娘追她, 我都不同意呢, 我就想让她娶你, 我够了, 你闭嘴, 累了一天的我, 回家还要面对这种糟心事, 我实在没力气跟他们纠缠, 于是我直接掏出手机, 你们要是再不走, 我直接报警告你们私闯明宅, 彻底撕破脸后, 陈怡, 不, 陈方终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走就走,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龙青秋, 你不就投了个好胎, 有点臭钱吗? 真论人品相貌, 你还配不上我儿子呢? 儿子, 我们走, 等他们走后, 我直接把陈方的工资给他结了, 几年的雇佣情义, 也算到头了, 我本以为此事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但没想到, 人的野心一旦释放出来, 便不再受人控制了, 我没想到那对母子的胆子居然那么大, 在公司忙了好几天后, 我终于回到了家, 自从解雇陈方后, 我一时之间也没再去找新的保姆, 所以当我到家的时候, 整座别墅都黑漆漆的, 我疲惫地回到二楼, 打算先眯一会儿, 可我刚进房间把灯开, 就看见王志欣站在我房间里, 吓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我惊恐地看着他,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王志欣猥琐地笑了笑, 你个臭婊子, 老子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 你不听, 非要逼我来硬的, 那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 他这模样把我吓得连连后退, 你想干什么, 你现在是非法入侵民宅, 可以判刑的, 知不知道, 可王志欣压根不怕, 呵呵, 在我们村里, 在高傲的女人, 只要被男人睡了, 就只能死心塌地地跟着那个男人, 我妈说了, 只要咱俩生米煮成熟饭, 你自然就只能跟我了, 这话简直可笑, 但这种危急时刻, 我没时间跟他辩论, 只能慌忙地往外跑, 但王志心个高腿长, 三两步就追到了我, 然后粗暴地把我拖进房间, 压在身下, 他一边搬我衣服, 一边猙獰地笑着, 今天你哪都别想去, 等咱俩成了真夫妻, 我再好好收拾你, 啊, 不要, 救命啊, 救命, 可别墅的隔音做得很好, 从外面根本就听不见里面的动静, 于是我只能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放弃了挣扎, 我声音颤抖地说道, 王志心, 我不反抗了, 你, 你轻点, 我还是第一次, 文言, 他的自大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果然放松了警惕, 这就对了吗, 你早点认清现实, 就能少受点罪, 说着他脱我衣服的动作便更加狂野, 就在这时, 我瞅准机会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他的下体, 王志心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 然后倒在了地上, 我也迎来了短暂的自由, 我想往房外跑, 但王志心刚好倒在离房门口不远的地方, 万一被他抓住, 那今晚我就再也跑不掉了, 于是我环顾四周, 看见了没有官员的窗户, 我果断地从窗户跳了下去, 区区二楼, 摔不死人, 当我碰得一声落地后, 便强忍着疼痛, 果断求救, 找人帮我打了110, 很快, 警察把我和王志心都带回了警局, 没过多久, 陈方也来了, 面对我强奸未遂的指控, 陈方和王志心一口咬定我在污蔑, 陈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狠毒啊, 我好心给你介绍对象, 你不领情就算了, 怎么还血口喷人呢, 呵, 我血口喷人, 那我请问这大半夜的, 你儿子私自闯入我家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呀, 去拿东西呗, 你说辞就把我辞了, 还让我立刻就走, 那我还有好些东西放在你家呢, 我没空去拿, 就让我儿子去拿一趟, 这都不行啊, 再说了, 当时别墅里只有你们两个人, 你说我儿子强迫你就是啊, 万一是你勾引我, 儿子不成, 故意跳下来污蔑他呢, 听见这话, 我气炸了, 可当我的律师赶到之后, 也跟我说这种情况, 的确很难定王志心的罪, 因为如他们所说, 当时别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而且王志心没有得逞, 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就算我真把他告上法庭, 最后估计也是不了了之, 王志心那边也赶紧咨询了律师, 再得知这一切厚得一级了, 你说我强暴你就拿出证据来, 只要你有证据, 我马上就认罪, 但你要没证据, 就别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呀, 还赶着去交女朋友呢, 警察继续问道, 既然你只是去拿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在龙青秋的房间里, 面对警察的询问, 王志心又换了负嘴脸, 讨好的笑了笑, 我这不是没去过他家楼上吗, 所以走错房间了, 本来我看见龙青秋回来, 就想马上离开的, 可没想到这封女人居然自己脱自己的衣服, 我本来以为她想勾引我, 打算跟她玩玩, 可没想到她二话不说的就从二楼跳下去了, 我知道她肯定是记恨我们上次对她的冒犯, 所以故意陷害我, 警察一条条地问下来, 但这所有的疑点, 都被这母子俩轻轻巧地化解了, 不过也是, 他们本来就是有备而来, 看见王志心和陈芳得意丑恶的嘴脸, 我恶心极了, 虽然今天治不了他们, 但既然他们能干出这种事, 那就别怪我家被报复了,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我就把家里的密码全部改了, 之前就是因为我的一时疏忽忘了改密码, 才差点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分公司那边辞退王志心, 之前王志心之所以能到我们公司上班, 也是因为陈芳在我爸妈面前有意无意地提起, 他总为儿子的工作发愁, 我爸为人善良, 觉得陈芳平时干活挺不错的, 就给他行了个方便, 把王志心安排进了我家的分公司实习, 可没想到我爸的善良, 他们却丝毫没有记在心里, 反而这样对我, 不过没关系, 我会自己为自己讨回公道的, 在辞退王志心的几天后, 那母子俩就找上了门, 陈芳完全没了往常的老实本分,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道, 我儿子在公司干得好好的, 你凭什么开除他呀? 你这是公司不分? 我要去你们董事会告你, 听见这话我笑了, 我开除一个分公司酒囊饭袋, 还要报告董事会, 你们哪里来的脸? 文言,王志心阴沉着脸看着我, 你辞我就辞, 但你暗地让其他公司不许用我, 又是几个意思? 你个臭娘们还赶尽杀爵士吧, 既然做了下座的事, 这就是你应该承担的后果, 我就是想跟你亲近亲近, 哪里下座了? 倒是你, 长这么骚, 肯定谈过很多男朋友了吧? 还差我一个吗? 我敷衍地点点头, 哦,是啊, 就差跟你爹谈, 给你当妈了, 你, 这母子俩气得半死, 却拿我毫无办法, 在我准备报警前, 只能放了句狠话, 就灰溜溜地走了, 可这母子俩不知道的是, 辞退王志心, 只是我给他们的开胃小菜罢了, 陈芳自从被我解雇后, 就又回到家政公司, 寻找新的雇主了, 关于陈芳, 我倒是没难为他, 甚至, 我还主动给他安排了一个完美雇主, 这位雇主名叫顾颖娟, 是个父母早亡, 离婚且没孩子的单身妇婆, 手里大把的钱, 内心却渴望有人关怀, 非常空虚, 陈芳曾经欺我父母一世, 就想拿捏我一个孤女, 那若是再给他一次这样的机会, 他肯定也不会放过, 可这次, 他和他的宝贝儿子再敢出手, 那等待着他们的, 就是实打实的牢狱之灾, 因为顾颖娟是我找来的人, 三天之后, 陈芳正式成了顾颖娟的住家保姆, 而我也打开了手机上的监控, 查看陈芳的状态, 在那栋别墅里, 有无数的监控探头, 基本没有死角, 果不其然, 陈芳在看到家中只有顾颖娟一个人的时候, 就打探起了她的家庭情况, 那个, 顾小姐, 这么大一个别墅, 就住你一个人啊, 顾颖娟按我要求的达到, 是啊, 我父母都不在了, 老公也出轨跟别的女人跑了, 虽然我有这么大的房子, 手里还有花不完的钱, 但我过得一点都不快乐, 我其实就想像普通人一样, 有父母亲人在身边, 有一个体贴的老公, 再生几个可爱乖巧的孩子, 这比让我拥有千万家产还开心, 这话简直就跟陈芳心里的那点小心思一拍即合了, 透过监控镜头我都能看到她眼底的算计, 陈芳假惺惺地安慰道, 哎呦, 很可怜, 不过你放心, 以后我会像你妈妈一样好好照顾你的, 两人一番推心致富, 俨然就成了一对望年娇, 看样子, 陈芳上钩了, 接下来的日子, 顾颖娟都在陈芳面前有意无意地漏服, 大量现金, 首饰, 玉器, 随处乱放, 从来不收, 可把陈芳眼睛都看直了, 这天, 当顾颖娟又把包里的大把现金拿出来随意丢在沙发上时, 陈芳再也忍不住说道, 小娟啊, 你这也太没收拾了, 这么多钱, 你就随意乱放啊, 万一丢了, 怎么办? 你说, 你这要真嫁了人, 你婆婆可得说你哦, 呵呵, 这么快就把自己带入人家婆婆的角色了, 可顾颖娟却毫不在意地说道, 我确实不会管钱, 以后要是嫁了人呐, 我就把钱都给我老公和婆婆管, 我就每天享福了, 哎哟, 那也好, 女人家呀, 就每天在家享福就行了, 管钱那些事, 就交给他们男人就是了, 顾颖娟点点头, 而后说道, 那陈芳, 你帮我把这些现金收到二楼保险柜里去吧, 保险柜没锁, 当陈芳拿着钱去二楼时, 我又切了个镜头, 看见陈芳出现在了二楼房间里, 当他打开保险柜, 看到里面的大量现金和黄金首饰后, 眼睛都看直了, 陈芳贪婪地看了一眼保险柜里的东西, 一股志在必得的精明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等下午吃完饭后, 顾颖娟便接口有事要出去, 而陈芳才受了钱财的诱惑, 这会儿主家不在, 他能不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呢? 事实是, 不能, 当顾颖娟出去后, 陈芳便趴在门边目送顾颖娟上车, 确认他走远后, 迅速回到了二楼房间, 他打开保险柜, 激动地拿出那些黄金首饰在自己身上戴了又戴, 这么多好东西放在保险柜里真是浪费了, 等以后让他跟志心结了婚, 可得让他把这些首饰都送给我, 等过够饮了, 陈芳才恋恋不舍地把首饰放了回去, 因为这金首饰太过扎眼, 如果掉了, 顾颖娟一定会轻易发现, 但这现金可就不一样了, 那么一大落钱, 少那么几张, 又有谁会在意呢? 于是陈芳往外瞄了一眼, 确定外面毫无动静后, 变贼心大气, 直接从中抽了几张红票子, 揣进了自己兜里, 做完这一切, 他飞速离开了顾颖娟房间, 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等晚上顾颖娟回来后, 陈芳随口问了句, 小娟啊,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哦, 我今天相亲去了, 跟相亲对象出得不错, 所以就多玩了会儿, 当我在监控里看到陈芳 差点忍不住气的样子, 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 这人早已把顾颖娟当成了她的囊中之物, 自然不能接受别人染指, 我猜, 他们, 母子俩应该很快就要对顾颖娟出手了, 没过几天, 顾颖娟果然打电话给我, 汇报情况了, 龙小姐, 陈芳已经把王志欣介绍给我认识了, 我也按你的吩咐, 若急若离地勾着她, 而且陈芳在我保险柜里偷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很好, 继续把这出戏演下去, 效果越好, 我给你的报酬也会越高, 文言, 顾颖娟满意地挂了电话, 继续按我们的计划, 设计陈芳母子, 这段时间, 顾颖娟和王志欣开始频繁见面, 就在王志欣认为顾颖娟已经快被她拿下时, 顾颖娟却对她彻底翻了脸, 在顾颖娟生日那天, 王志欣来到别墅, 名为替她庆祝生日, 实则想在今天表白, 确定二人关系, 可在王志欣喝得微醺, 想要越界亲她时, 顾颖娟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顾颖娟接起电话后, 语气娇称地对那边说道, 你还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你不是不理我了吗? 那边不知说了什么, 惹得顾颖娟娟娇笑连连, 等顾颖娟挂断电话后, 王志欣面色不悦地问道, 跟谁打电话呢? 顾颖娟笑道, 跟我男朋友呢? 什么,听见这话, 王志欣气的鼻子都歪了, 你有男朋友了, 可你这段时间, 不是一直都跟我在相处吗? 你个婊子, 脚踏两条船啊, 可顾颖娟却无所谓地撩了撩头发说道, 说到这个, 我还要感谢你呢? 前段时间,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他说要跟我分手, 好在陈怡你把你介绍给了我, 我男朋友看见我身边有了别的男人, 立马就吃醋了, 这不, 马上打电话给我, 说要跟我复合呢, 说完, 他继续刺激王志欣, 志欣啊, 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过现在, 我男朋友现在非常吃醋, 还有点生气, 以后你还是别到我家这边来了, 我就给你点钱当作补偿吧, 王志欣气极了,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是吗? 你根本就没想过当我女朋友, 当然没想过了, 你想什么呢? 顾颖娟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你连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 整天在家游手好闲的, 让陈怡正一把年纪了, 还要出来当保姆养你, 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呢? 我男朋友啊, 那可是精英人士呢, 行了, 行了, 不说了, 我男朋友让我过去找他呢, 我先走了, 志欣, 你也走吧, 眼见到手的千万家财就这么飞了, 王志欣怎么能甘心呢? 于是, 本就九亿上头的王志欣, 气红了眼, 一把将顾颖娟扑倒在地, 就要行不轨之事。 我也没想到, 陈方怕今天, 自己儿子和顾颖娟成不了好事, 居然直接守在别墅外。 此刻, 顾颖娟激烈地反抗, 王志欣差点按不住他, 便直接叫了陈方进来帮忙。 好吗, 这还是上阵母子兵啊。 看见这一幕, 顾颖娟吓得惊恐大叫, 王志欣, 你放开我, 陈怡。 陈怡, 快救我, 可陈方, 这蛇蝎心肠的女人, 怎么会救她呢? 她不过是基于自身考虑, 问了一句王志欣, 儿子啊, 之前那件事, 警察就已经有点怀疑我们了, 这要是她再去告我们, 会不会出事啊? 没事吗? 你拿手机过来拍就行了, 咱们拍点她的裸照视频, 我就不信她还敢去报警。 她要是敢报警, 我们就把裸照和视频发往上去, 看她还怎么做人, 陈方一听有理, 马上过来帮忙按住顾颖娟挣扎的手脚。 顾颖娟叫得更惊恐了, 你们, 你们这是强暴, 是犯法的, 等我出去一定会报警的。 这话激怒了王志欣, 一巴掌就扇在顾颖娟脸上, 你个臭婊子, 敢这么耍老子, 老子先弄了你再说, 有本事你就去报警。 报了警, 我看你那个精英男朋友还能要你步, 接下来, 任凭顾颖娟怎么挣扎反抗, 王志欣都不打算放过她。 看见监控里的情形, 我知道时机差不多了, 便赶紧让人进去就顾颖娟。 然后下一秒, 顾颖娟的精英男, 又方硕便赶到了现场, 将王志欣一拳打倒在地, 火速报了警。 这一次, 他们再也逃不掉了。 进了警局后, 陈方和王志欣母子想象之前一样, 狡辩, 可方硕却是亲眼看见了他们对顾颖娟的不轨行为。 可王志欣依然狡辩, 说顾颖娟明明是自己愿意跟她好的。 还说, 今晚也是顾颖娟主动勾引她, 然后联合方硕意图对她仙人跳。 还有陈方, 也一个劲地帮她儿子说话。 反正就是把这水搅得越混越好。 在场面一片混乱之际, 顾颖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不用争了。 我家有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只要看看我家的监控视频就知道了。 这话直接把陈方和王志欣吓了个半死。 他们之所以敢胡说八道, 不过是仗着没证据罢了。 现在有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两人慌得脸都白了, 大骂顾颖娟心机, 居然在家庄那么多监控, 肯定是故意给他们设套的。 可关于这一点, 顾颖娟却有完美的解释。 在他雇佣陈方之前, 他别墅里曾发生过一起入室抢劫的案子, 所以从那之后, 他就在家里无死角地装上了监控。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 他还把自己之前购买摄像头的购买记录交给了警方。 那时候,陈方还在我家当保姆, 他们之间根本还没有过任何交集。 所以这份证据, 足以把陈方和王志欣定在耻辱柱上了。 警方调完监控后, 除了发现王志欣企图对顾颖娟用墙之外, 还查到了之前, 陈方多次在顾颖娟保险柜里盗窃。 虽然具体金额无法统计出来, 但零零碎碎地偷, 金额至少在五位数以上。 这个数目足够立案。 判他一个盗窃罪了。 接下来, 我只要静待法庭的审判结果就可以了。 但没想到, 在开庭之前, 陈方居然还有脸来找我。 那天, 我刚到家, 就看见陈方会和王志欣在别墅区门口来回踱步, 焦躁不安。 见我回来, 他们立马冲上前来。 陈方可怜兮兮地打起了感情牌。 青秋啊, 陈仪知道以前志欣对不起你, 但现在我和志欣现在遇到点事, 你能不能看在以前陈仪静心照顾你和你爸妈的份上, 帮帮我们行吗? 文言, 我不说话, 只目光锐利地盯着王志欣。 见状, 王志欣立马狗腿地跟我道歉。 龙小姐, 对不起, 之前的事都是我做得不对, 我该死, 但我妈好歹在你家做了那么多年, 你能不能看在过去的面子上帮帮我们? 我, 我们以后一定都听你的。 说完, 她又避重就轻地把她和顾颖娟的事说了一遍, 大概就是这样。 我听我妈说, 你爸生前认识一个顶尖的行变律师, 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呀?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你们脸皮还挺厚的呀。 以前那么害我, 还想让我帮你们? 做梦去吧。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爸的那位律师朋友不轻易自己接案子了, 所以我会好好拜托他, 请他去为你说的那位顾小姐打官司呢。 文言, 陈方脸都白了, 龙青秋。 我们之前的确对不起你, 但我好歹在你家照顾了你那么多年, 你就算不帮我, 也没必要害我吧。 呵呵, 说得你好像是免费在我家干活似的, 就我们一个月开的将近两万的工资, 你不想干, 有的是人干。 所以现在, 你们可以滚了, 开庭那日, 我也乔装一番, 到了庭审现场。 由于证据充分, 陈方和王志欣毫无悬念地被定了罪, 唯一有空间可以操作的, 便是争取在量刑上宽大处理。 但那母子俩既没钱, 也没人脉, 自然请不到什么好律师, 而顾预娟却请到了, 是人称常盛将军的李海律师。 最终, 陈方盗窃罪, 帮犯罪成立, 两罪并罚, 除以五年有期徒刑。 王志欣强奸未遂, 除以四年有期徒刑。 正是宣判的那一刻, 王志欣彻底疯狂了, 指着顾颖娟的鼻子大骂道, 贱人, 都是你故意勾引我的, 我有什么罪? 你才是罪魁祸首, 你才应该去死。 你给我等着, 等我出狱后, 我一定弄死你, 可很遗憾的是, 他也没这个机会了。 因为在王志欣被收监后, 我脱了关系, 让人在狱中好好关照他。 于是, 后来我听说 他被和一个杀人犯官 在了同一个牢房。 而那个杀人犯之所以杀人, 是因为他唯一的女儿 被人先奸后杀了。 可伤害他女儿的人, 却因伪造精神病例, 从而钻了法律的空子, 逃脱了惩罚。 那位父亲气不过, 在蛰伏了几个月后, 亲手了结了那个恶魔, 因此入狱, 被判了无期。 也正因如此, 他生平最恨的, 就是欺负女孩的人。 而王志欣进了狱中, 还不知悔改, 在狱中对我和顾颖娟骂咧咧, 说我们就该被他强暴。 他唯一懊悔的, 就是自己没得手。 这话被那位杀人犯听见, 想到了他惨死的女儿, 直接对王志欣进行了暴打和虐待。 那滋味, 想必是不太好受了。 我用了两年时间, 联合其他几家公司, 终于把顾颖娟前夫的公司搞垮了。 这是我和顾颖娟的交易, 他替我把陈芳和王志欣弄进监狱, 我替他把他出轨的前夫搞垮。 如今, 我们的账终于结清了。 从那之后, 我和顾颖娟便断了联系。 但在两三年之后, 我又从他那里听到了王志欣和陈芳的消息。 据说, 王志欣因为在牢里受了太多苦, 最后出来的时候, 三条腿断了两条, 这辈子都断后了。 而陈芳在知道自己儿子变成这样后, 大受打击, 一夜之间仓老了十岁。 最后等他出狱和王志欣团聚, 王志欣因为缺了条腿, 什么活都干不了。 还要陈芳拖着一把老骨头, 去外面打工养他。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 不是吗? 接下来分享第二个小故事, 男友被亿万富翁找回了。 我开玩笑地问他, 我是不是可以当总裁夫人了? 他迟疑一会儿, 说他家只是一般家庭。 男友认亲后的第七天才 回到我们同居的小租房。 他依旧是一身朴素的旧衣, 表情平淡, 头发习惯性地散乱着, 看不出一丝抱负的喜悦来。 网上都说, 男友的父亲是亿万富翁, 住别墅开豪车, 还有好几家公司。 他一家人寻亲二十年, 终于找回男友, 要将一切财富都给男友。 男友现在是火爆全网的幸运儿。 我为他感到高兴, 同时开玩笑地问他, 陆峰, 你是不是回来 接我去当总裁夫人的? 这是他曾经给我画的大饼。 我们都是孤儿, 从小无父无母, 步步艰辛。 后来我们相遇于 大城市的街边小摊, 他九九六下班, 找我买了一杯柠檬茶。 于是相知相依五年, 也在破旧的小租房 窝居了五年。 日子艰难而温馨。 他曾说, 如果他找到了亲生父母, 而他亲生父母正好是有钱人, 那他绝对会让我当总裁夫人。 出行都是保镖开道, 吃喝都是高档餐厅, 什么爱马仕保时节随便我挑。 我听得直乐, 也跟他承诺。 如果我的亲生父母是有钱人, 我让你当霸道总裁, 飞机邮轮全给你买, 我俩就这么乐呵呵地幻想着, 在寒夜的被窝里咯咯笑。 现在, 他真的被有钱人父母找回了, 所以, 我是开心的。 我要当总裁夫人咯。 其实, 我家也就一般家庭, 别信网上那些瞎报道, 都是片流量的, 陆丰的回应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正了正, 他视线一到一旁, 波澜不惊道, 家里的公司全都入不敷出, 还欠了银行几个亿, 我的富二代梦想破灭了, 是吗? 我沉默地看着他, 他不着痕迹地瞥了我一眼, 起身往卧室走去。 我明天还得回去一趟, 先收拾一点衣服, 那还回来吗? 我问他, 他顿了顿, 背对着我叹气, 看情况吧, 我想多陪陪父母, 毕竟才重逢, 他的颜外之意识不回来了吗? 那我呢? 五年的感情, 莫名其妙就结束了。 我张张嘴, 终究没有问出口。 入夜过后, 我们相顾无言, 但都躺在了床上, 因为只有一张床, 所以必须躺在一起。 以往, 我会嘎嘎坏笑着 将冰凉地搅往他肚子深, 他会一边倒吸凉气, 一边将我的脚捂热。 现在, 似有一层后帐壁隔在我们中间, 明明相距不过几厘米, 却遥望银河。 或许是觉得尴尬吧, 陆丰主动开口, 许昭, 我会把我们的银行卡留下, 你好好保管, 我们的银行卡里面存了五年的钱, 一共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五十元。 这笔钱, 我们原打算过年去他老家县城首付一套房子, 结束我们的漂泊, 窝居之旅。 不知为何? 鼻子突然酸涩地厉害, 眼眶渐渐泛红。 我没答话, 陆丰继续道, 好像有二十多万, 明天我拿走十万, 剩下的都归你了, 你家这么困难吗? 还要拿走十万? 我吸了一下鼻子。 是啊, 所以我不想拖累你陆丰看着我的眼睛, 十分真诚。 这一瞬间, 我明白他在说分手。 我的眼泪还是下来了, 但马上又止住。 我强迫自己朝他笑, 其实你就是想分手吧。 我觉得你家不可能那么困难, 他一顿将我抱进了怀里, 你被媒体骗了, 不要相信网上看到的,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是吗? 陆丰好像确实从来不骗我, 他很爱我, 他每天除了上班和兼职送外卖, 都陪在我身边, 有时候我卖柠檬茶卖到半夜, 他会拿着一个小蛋糕跑来找我。 小招招, 吃蛋糕吗? 吃了就是我的人了, 他这般灿烂地笑, 我最喜欢看他笑。 我一边收摊一边摇头, 不吃, 我才不做你的人, 可以说完, 自己也忍不住笑。 曾经我们多么恩爱啊, 睡觉吧, 我擦着眼泪, 不愿再多言。 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 往往不愿意深究, 可能会伤到自己的真相。 乖, 晚安, 陆丰摸摸我的头发, 轻易而温柔。 我迷迷糊糊睡不着, 半晌后却感觉陆丰翻过身去了。 黑暗中亮起了一道光, 陆丰打开了手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假装睡着了。 陆丰轻轻推了推我, 确认我是否睡着了。 我一动不动, 他便被对着我点开了微信。 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看见了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 他跟一个被著名为贪吃猫的人聊天, 聊了不知道多少勾了。 在他认亲的七天里, 恐怕早就聊了几千句吧。 最后一句是他发的, 我现在身家过亿了, 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 我如遭雷击, 几乎止不住地颤抖。 真相果然是一把快刀, 他将我的心彻底粉碎。 男友就是在骗我, 他身家过亿了, 他是总裁了, 他可以让我当总裁夫人的。 但是他在问另外一个女生, 愿不愿意当他的总裁夫人。 女生没有答复, 一直没有答复。 所以陆锋盯着聊天框斟酌着。 他太投入了, 以至于忽略了我的存在, 连我身体的颤抖都没发现。 最终, 陆锋再次发信息, 你再顾虑许钊吗? 我跟他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明天过后, 我跟他永远不会见面了, 对面秒回, 真的? 你现在是全网红人, 要抛弃许钊? 我这个第三者岂不是会被骂死, 我们开心幸福就好, 何必理会那些言论? 况且, 许钊蠢得要死, 我骗他和平分手, 他只会哭着回老家, 翻不起什么风浪的, 我的牙关也开始颤抖。 伤心化作了愤怒, 我蠢得要死, 所以你这样玩弄我吗? 好吧, 其实我也一直喜欢你, 大学那会儿就想答应你了, 但我家里人要求南方要在本地有房, 我很为难, 没关系, 我爸帮我买了一栋别墅, 我们搬进去住, 陆锋一向平静的脸上, 有了掩饰不住的兴奋。 那是专属于男人金榜提名, 洞房花烛的畅快和愉悦, 我知道对面那个女生是谁了, 是陆锋大学时代的白月光, 也是本地的土著, 家境相当不错, 完全碾压了我这个小县城来的孤儿。 陆锋曾经跟我提起过, 这位白月光名叫赵静, 提起他的时候, 陆锋很冷淡, 似乎彻底放下了, 可谁能想到, 他还保留着赵静的联系方式, 发达后第一个联系的也是赵静。 果然, 男人都是忘不掉白月光的。 我开始擦眼泪, 一滴都不愿意流了。 这般动作终于惊动了陆锋, 他惊慌扭头, 像见到鬼了一样看我。 我坐起来打开灯, 用纸巾擦鼻涕。 陆锋将在当场,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片刻后才问, 许昭, 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我自朝地点了点头。 陆锋脸色又是一阵变幻, 似尴尬似恼怒, 接着起身。 是我对不起你,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说什么了, 陆锋穿衣服, 不再多发一言。 他真是很典型的男人。 将心虚化作了恼羞成怒, 又将恼羞成怒化作了无所谓, 情绪转变不过短短两秒。 不解释一下吗? 我盯着他, 像盯着一个恶心的垃圾。 我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他。 他的无所谓, 便又化作了恼羞成怒, 冷脸呵斥我, 解释什么?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我好不容易来到了山巅, 你要我回臭水沟吗? 我不要你回臭水沟, 但你可以带我去山巅, 五年的相知相依, 我不配看一眼山巅吗? 陆锋抿了名嘴, 甩手冷亨。 我爸妈说了, 不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孤儿当儿媳妇, 我也没办法。 你爸妈明明说, 只要是你喜欢的, 谁都可以, 这是网上的采访。 陆锋更加恼羞成怒, 一脚踢在衣柜上。 够了, 你不就是想贪金枝, 想要钱吗? 拜金女, 她厌恶地盯着我, 想用眼神杀死我。 我说不出话来了, 原来我是拜金女啊。 如果我拜金, 我早该离开她了, 我甚至可以坐上追求者的宝马, 将她丢在小电车上。 我也可以答应房东的撮合, 嫁给她有三间商铺的侄子。 可是, 我都没有理会, 我甚至没告诉过陆锋, 怕她生气。 说不出话来了。 被我拆穿心思了吧, 陆锋占据了上风, 再无心虚。 我讥笑, 到底是谁的心思被拆穿了你自己明白。 她一听, 暴怒地指了指门外, 闭嘴。 我本想给你一个体面的结尾, 你非要闹, 既然闹, 那就滚吧, 别忘了这房子是我租的, 我裹着就大衣, 戴着厚厚的帽子, 走出了租房。 房门烹的一声观赏, 巨大的噪音让人耳膜刺痛。 这一声也彻底撕碎了 我跟陆锋五年的感情。 真可笑, 这一坨赔了我五年的事, 我竟今天才嗅出臭味来。 而且一臭到底, 臭得让我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了。 四周黑漆漆的, 不踢楼的声控灯早就坏了。 隔壁还有三户人家, 都已安歇, 其中两户有孩子, 平日里会喊我姐姐姐姐。 我在黑暗中站着, 吸了吸鼻子, 眼角的湿润被我失去。 我没有大吼大叫, 怕惊扰了孩子。 我心想, 我是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 因为善良, 所以愚蠢。 转过身, 我一步步往楼下走去, 走到门口, 外面的寒风 从铁门的缝隙间灌了进来, 吹得人脸生疼。 我推开门走出去, 走两步又回头。 不是太冷了, 而是忘了东西。 在楼梯底的杂物区, 有我的柠檬茶摊, 由一辆小推车 和十几个瓶瓶罐罐组成。 这是我的宝贝。 我推着他们, 重新走入了风中。 我习惯性地往东江边走去, 那里有夜市, 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夏天的时候, 我可以在那里带到天亮, 才收探。 到了东江夜市, 我后知后觉, 这大冷天的, 我来这里做什么呢? 在原地处了一会儿, 一辆大货车突然停在旁边, 司机探出头来, 老妹, 有热的饮料吗? 我摇头, 没有。 她失望地缩回头要走, 但马上又探出头来朝我招手。 老妹儿, 过来过来, 我茫然地过去, 她盯着我看, 然后掏出一张寻人启事 瞅了半赏。 老妹儿, 你右眼角这只 是不是从小就有? 我点头。 她又问, 你老家哪里的? 冒险? 卧槽, 司机一击灵, 几乎是跳下来的。 她凑近看我, 将那张寻人启事递给我。 老妹你看, 这个老板寻女儿, 就是冒险走失的, 又眼角有致, 我有点迷茫, 也没有心思看寻人启事。 司机兴冲冲解释, 你看了最近那个陆丰的事吗? 她一伙, 很多大老板都寻亲了, 这个大老板身家 不知道多少百亿, 据说是我们航程首富呢。 她到处张贴告示, 凡提供线索者奖励十万, 帮忙寻到女儿者奖励一百万, 她说的话太多太密集了, 而且口音比较重。 我愣是没听清楚, 所以我摇头, 不知道, 我要走了, 我有目的地了, 推着小车朝着夜市的东边走去, 那里有棚子, 可以帮我遮风挡雨。 等等啊老妹, 司机追我, 但一回头尖叫一声, 卧槽, 往拉手杀, 她的大货车在缓慢地溜车。 她吓得赶紧冲过去, 爬进了驾驶室。 我则推着小车, 哈着热气走向东边, 那里的光, 总归是温暖些的。 我在公用的棚子里, 迷迷糊糊睡了一晚, 睡得全身发寒手脚冰凉, 脖子痛得厉害。 附近来了一些早起的摊贩, 大多是卖早餐的, 包子的香味在勾引人的鼻翼。 一个阿沈发现我缩在 棚子里的椅子上, 吓了一跳。 姑娘, 你没事吧? 大冷天地躺这里干什么, 她估计把我当流浪汉了。 我说没事, 歇一会儿。 阿沈摇摇头, 给了我两个包子。 我狼吞虎咽起来, 终于感觉身体暖了一些。 这一丝温暖让我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 这么冷的天, 我在街头露宿, 万一气温骤降或者下雪, 对我的身体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冻死都有可能。 万一真冻死了, 那我就蠢到家了, 为了一个渣男, 把自己冻死了。 阿沈, 我帮你卖包子吧, 我哈了口气, 打起了精神。 我这种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女孩, 是必须坚强的。 一坨五年的事, 既然绣出臭来了, 那就丢掉吧。 早上人流量大, 阿沈卖包子忙得很, 有人帮忙是最好的。 我帮阿沈卖到了十点,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我泛红的脸上, 有一种新生的朝气。 阿沈给了我五十块报酬, 说他小本生意, 让我别嫌少。 我自然不会嫌弃, 推着我的小车去进了点货。 盘算着今晚收摊后 一定要住个有暖气的旅馆。 我身上还有几百块钱的, 想到钱, 我又恨自己蠢。 我跟陆丰的共同存款 有二十多万, 我昨晚只顾着伤心愤怒, 愣是忘了这茶。 必须找他要回来, 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我的。 我推着小车回租房去, 结果人去楼空, 连门锁都换了。 我怒气冲冲拍门, 愣是无人回应。 陆丰不会拿着我的钱跑了吧? 真恶心, 我大骂一声, 过往五年的感情 成了恶臭的淤泥, 让我回想一下都反味。 一转身, 一个衣着时尚, 画着淡妆的精致女人 正在楼梯台阶上昂头看我。 她跨着一个LV包包, 厚厚的大衣 都透出明亮的鲜艳来。 反观我, 朴素地像村里的老黄牛。 你是许昭, 女人面带微笑, 看起来很客气。 我点了点头, 她便静直上前来, 从包包里取出了一张银行卡。 我一眼认出, 这是我的银行卡。 那么, 这个女人无疑就是照镜了。 我从没见过她, 现在一见, 感叹她不愧是大城市的土著, 真精致。 许昭小姐, 陆锋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她太冲动了, 竟然把你赶出租房。 赵静并不自我介绍, 她眼中的讥笑一闪而逝, 随后自顾自地继续说, 我骂了她, 同时将这张卡带回来还给你。 里面的钱, 她分文位取, 赵静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 陆锋这五年的存款, 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 你收好吧, 回老家好好生活, 不要在这里受苦受累了, 她很轻巧直白地安排着一切。 我感受到, 她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优越, 她明明站在楼梯低处, 却仿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一般, 用近乎怜悯的口吻, 热心地安排着我的去处。 我这个小县城来的孤儿, 入不得她的眼, 我反而应该感激她, 毕竟她带回了卡, 给了我救命钱。 我觉得很可笑, 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 我盯着赵敬, 她晚耳, 不必, 这是你应得的。 我帮你查过了, 你老家冒陷的房价六千多一平, 你可以拿着存款首付一套房了, 也不枉这五年的青春, 我不说话了, 我就是打量她。 她疑惑, 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很少见你这样的人, 我这样的人, 对, 明明是第三者, 却能高高在上地站在受害者面前谈笑风声,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真诚地询问她。 她终于笑不出来了, 她似乎意识到, 我并不是什么软柿子, 我不是什么会崩溃大哭, 黯然回老家的小丫头。